好 來看到福祐達申請進口 唾液快篩才兩個禮拜的時間 就火速通過了食藥署的核准 讓業界都覺得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在4月15號宣布快篩國家隊的時候 福祐達當天就送件 但是4月27號薛瑞緣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卻說那時候沒有廠商申請 但是很快的隔了兩天 就立刻核准的唾液快篩 這一次陳時中說 次長他因為不是每天盯著看 那另外還有4家的廠商申請 他認為這跟高端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的確有一點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同樣有廠商要申請 但是跟食藥署折騰了3個月 最後就作罷 因為是太難了 這回福祐達一路是開綠燈給他 藍軍就質疑說 這個福祐達的創辦人 就是高端疫苗總經理陳燦菅 這根本就是類高端 想要靠疫苗快篩來發國難財 而且這些人 福祐達的創辦人 及高端總經理看到 他們也有一些政治獻金 給綠營的人士 我們就仔細來看看 有哪一些收過的 福祐達捐給綠營的政治獻金 有哪些 2018年捐給誰呢 捐給了立委黃偉哲 分別用企業的名義 捐了100萬 個人名義也捐了20萬 另外在2020年用企業的名義 那麼立委張宏露是捐了50萬 另外議員林隱孟的部分 也被捐了25萬 另外還有一些個人名義的部分 像是立委林常佐也拿到了 還有實惠立委參選人的吳英農 那時候也拿了10萬元 也因此又有人說了 根本就是有人在裡頭 那麼看到政治獻金 根本就是以綠營為主 好 我們就來看到 韓國用的這個唾液 這個福祐達 申請了這個進口之後 兩個禮拜迅速的通過 這個食藥署的核准 好 我們就來看一看 到底這個是不是因為政治正確 所以綠油油 這民進黨是不是變成 他們一個新型的黨營事業了 福祐達以超快速度 被衛福部核准 可以進口家用唾液快篩 還被爆出福祐達創辦人 陳采姦 就是高端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外界更質疑 為何政院4月15號 剛宣布要收購快篩 福祐達同一天 就立刻能送件申請 27號衛福部大官還說 沒廠商申請唾液快篩 不到兩天 衛福部就核准過關 藍軍炮轟 這時間點也太巧 我們真的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有業者驚嘆這簡直不可思議 因為去年有廠商同樣向進口韓國製 家用拖曳快篩 但跟食藥鼠一來一往折騰三個月 最後受不了 只好扯案 為何福祐達能快速通過審核好康多多 根據監院現金查詢系統 福祐達企業及個人 共捐給黃偉哲120萬 還有給民進黨立委張宏露50萬 議員林以夢25萬 甚至林長佐跟吳一農也有10萬 持贊監光是高端疫苗口袋 就賺飽飽 經營的企業更被發現 去年4月桃園機場PCR筛減債 福祐達也有餐益咖 跟寶吉兩家公司PCR 一次要價5000塊 有網友發現 他當時在桃園機場 去做PCR一次5000塊的時候 這個公司也是叫做福祐達 有一個疫情產業鏈 從疫苗到快篩 難道真的顏色對了 綠營政商關係好 什麼生意都能越做越大 記者張專門 李一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是不是政治正確 所以利益就有了呢 我們來看到很多網友都有回應 像是Cagwall說 這是高端生贏的在線 另外還包括了 也說這是綠色無敵 另外還有CT1說 算不算是類圖利呢 歪樓講了這是朝中友人好辦事嘛 所以看到很多人說 這根本是土利廠商 淚貪污 現在什麼都是淚了 不過我們看到衛福部這麼快的 核准的進口韓國家用的唾液快篩 讓這個福祐達被稱為是淚高端 因為他是滿滿的利益的影子 看到剛剛有好多的民進黨的人士 都拿到了他的一個包括了綠營的現金 但是民進黨立委陳廷非他也要回應了 他也有話說 他說不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跟政治扯在一起 我覺得不要每一件事情都跟政治扯在一起 指揮中心日前大動作的澄清有關於德國快篩試劑 只要30塊錢這是一個假消息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就說了 花了大篇幅來澄清德國快篩價格 真的是沒有意義 他說這是民進黨政府轉移焦點 化作了重點 像美國加戶根本就是免費領取快篩 因為快篩是民眾自主應變的武器 與病毒共存 但是卻連武器都不給民眾 這手無寸鐵 我們是要怎麼上場去作戰呢 我們看到這波疫情來得又急又快又凶 而疫情指揮中心到目前為止還是畫錯重點 民進黨政府最愛轉移焦點 但是實際上的狀況就是 我們現在的快篩試劑嚴重不足 每天早上大家都還要冒著風雨 在藥局前面排隊 而且每一間藥局所謂的快篩實名制 一間藥局一天只有78核的量能 所以明顯根本不足以提供給我們全國的民眾 我們也看到美國在今年的一月 就已經宣布了採購10億支 並且有其中5億支是要免費的發放 給全美的各家戶 大家只要上網登錄就可以領到 而且這個還是郵寄直接到家裡 不用人去排隊 也不用人去等待領取的 所以換言之 美國可以用這樣的超前部署的思維 真真正正的做到與病毒 共存並且讓大家都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台灣到底能不能 每一次都想說台美關係最良好 那現在美國能 台灣當然希望能夠能 而且能不能累美國一下 民進黨政府不要再嘴硬了 好好的趕快來把關 這才是現在全國國民最要民進黨做的事情 破疫快篩在上個月29號火速的通過 但衛福部政務次長薛瑞源 4月27日在立法院面對立委質詢時 他卻說沒有廠商申請進口 指揮官陳時中卻聲稱 薛瑞福是因為沒有掌握到申請的進度 這讓國民黨立委林一華他都怒轟 原來高官副董事獨家拿到了核准 而整個過程神秘到只有陳時中知道 根本就是把立法院裝校尾 這個薛瑞源是不是應該要下台負責 我覺得這部分不是昨天說 政次沒有進入狀況 然後就有想把這件事情 又這樣子帶過去了 陳時中你不要為了圓一個謊 去說更大的謊 如果從去年開始就有廠商來申請 而且還聽說是申請同一個廠牌 韓國這個同一個廠牌 那如果這事實的話 到底誰要負責呢 所以整個是為了包庇 結果才是說看到滿滿利益的影子 官員來備詢 他不是只是說回答一個委員的答詢 他是整個要對立法院負責的 再加上我就說不只是詢答 還有臨時提案 那是把我們整個教育文化文會 裝校圍嗎 隨便講講 然後我們就應該聽他隨便講講 所以但是現在我們要追究到底 所以這個薛政次要不要負責 你對你這樣一個隨便詢答 或是你知道不敢說 你要不要下台負責呢 這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薛次長被陳部長架空 故意不讓他知道 第二種是薛委員次長搞不清楚狀況 我覺得他可能被陳時中架空 故意不讓他知道 那說謊嗎 我覺得他不自已 基本上現在整個衛務部是陳時中掌控了 他在做相關的關係 尤其這一次又是類高端 又是類高端 有關係就沒關係 我相信整個資源 整個關係是由陳時中的掌控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